剛剛的那個TQC的那個PLUS網站 如果要抓的話 這邊我跟各位講一下 那我有把我的原始碼 因為時間的關係 乾脆我就把它貼到我們的雲端第七頁這邊好了 那其實我大概跟各位說一下 這個程式的架構 第一個SARP名稱我叫爬取GTQR的症状 好像這個名稱很長 不管你可以改短一點沒關係 然後第一行當然應該看得懂 Sales.clear當然就是把資料先清空 那這個底下的四行其實在做什麼 其實就利用這個叫XML的HTTP物件 它其實這個CreateLG其實就是產生這個物件 名稱叫XML 所以set的後面這個就是它的物件名稱 那這個物件基本上就是用來做什麼呢 去抓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裡面的原始碼 也就是說這個網址就是這個TQC的官網 然後就把它裡面的原始碼給全部抓回來 所以理論上你用那個open 用get模式 然後提供給它UIL UIL就是這個網址 然後把它send出去之後 send的話意思是 我跟主機溝通 請你把這個網頁的原始碼丟給我吧 send的話意思是 我跟它talk了 好 然後它聽懂了之後 它就會回傳一個什麼東西給你呢 叫做xml.response response 給你訊息 回應給你一個test 所以它得到的東西其實就是什麼 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按右鍵檢視原始碼 也就是它把這個資料 總共有1000多頁 1838頁的資料 就把它丟回來給你 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response test裡面 那我們再把它丟到我們自己的這個 我們建的一個什麼html file 因為它這個東西在網 它自己的網頁server上面 不在我們自己這邊嘛 所以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抓下來 放到我們自己這一邊 所以我們就放在我們自己的這個html file 裡面的body body的話還記得吧 就是等於是把它丟到 就有點類似喔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我們的上個禮拜一次練習 把它放在A1裡面 但是這個地方是放在一個記憶體裡面 那記憶體裡面的那個屬性叫做 innerhtml 反正就放在這邊就對了 好 那我有這個東西之後的話可以做什麼呢 接下來喔 所以喔 上面這些是 其實應該這樣講起來應該是把這個顛倒一下應該會更好 不行喔 這不能顛倒 好啦 反正上面這一些事情 白話意思就是把原始碼抓下來 放在哪裡? 放在innerhtml裡面 OK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 Doc這個物件有沒有 這個物件裡面有幾個方法 你知道嗎 叫get element by class name 有沒有 還有呢 get element by tag name 所以關鍵字啦 就是這個地方有沒有 關鍵字 這個是class 所以呢 第一個的話呢 我先run的話 我先run第一個好了 我們先不要run全部好了 我們先run第一個類別名稱 然後呢 我們假設第一階段 我們不要那麼貪心 我們只抓類別名稱下來 然後把它類別名稱第一欄抓下來 那怎麼抓 剛剛我跟各位講 所以你把程式貼過來 貼過來之後的話 貼過來之後的話 這個我先把它 因為剛好同學有run run翻錯 我剛剛跟各位講說 錯是錯在這一行 有沒有 create object 待會教各位怎麼改 那我們先不要野心這麼大 我們就是先抓什麼呢 抓第一個 第一個應該是類別名稱 有沒有 所以類別名稱的話 我們就用什麼呢 用那個 DOC裡面有一個 這個物件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 getElementByClassName 所以你就DOC點有沒有 點後面的話加上 那個ClassName就可以了 就是getElementByClassName 然後呢 接下來 不過你會發現現在點下去沒反應 待會有交各位另外一招 如果你不用什麼 不用set的話 其實另外一招我覺得有一個更棒的 這個地方 就是說呢 你DOC點下去有沒有 你會發現 剛剛不是有getElementByClassName 這麼長誰背得起來 連我自己都背得很辛苦 但是如果今天呢 假如可以點下去 它直接就跳那個get 你直接打有沒有 GET有沒有 它會自動給你用選的 那大家多好 你至少要看懂keyword吧 有沒有 ClassName出來了吧 然後呢 刮符之後的話呢 你就再把那個 什麼ClassName填上去 那不就搞定了 所以呢 那ClassName叫什麼呢 我們剛剛有 有沒有 這ClassName 按右鍵有沒有 檢查一下 然後就可以看到這個 黃色底色的這邊有沒有 Class等於 你就把等於這個地方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裡面就可以了 這樣它就會幫你把 你要抓的那個所有的裡面的資料 通通都把它找到了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我們底下這個就是 再給 就是把這個資料全部抓下來 然後並且在哪裡呢 在它的A1上面 先加一個類別名稱 就是這個名稱 上面 其實A1指的是一個 它的欄位名稱 然後再跑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0到這個div 有沒有 那我給它一個物件名稱叫div 它的總長度-1 因為 為什麼要-1 因為從0開始 沒辦法 因為所謂的正列 編號一定從0開始 這個沒辦法 所以一定要-1 然後呢 我就把它裡面的資料 裡面的資料叫inner test 把它的inner test 把它的inner test 指的就是 它裡面的這個什麼 建築設計領域 通通都抓到哪裡呢 抓到我要它放的這個 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用sales 那可是sales是從0開始 所以哦 為什麼要加2 因為我希望它從第二列開始放 有沒有看到 所以我就把它加2 它就從2 那i會下一個嘛 那下一個就變成 第三列 第四列 所以推 然後後面的話就A藍 所以A2先放嘛 再來下一個 那就被A3 A4 直到沒有為止 好我們來試試看哦 所以我先把這邊先刪掉好了 我們來跑跑看好了 那所以哦 如果大概知道之後呢 來論論看 不過待會兒會遇到第一個問題 你們我放到雲端上面的第一個問題 我現在是沒有修正啦 為什麼 因為其他電腦沒這個問題 只有我們這邊電腦有這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 如果你用create object的話 它就不支援這個get element by class name 我們來看一下執行一下 有沒有 這個 它就會跳什麼呢 跳這個訊息錯誤 什麼訊息錯誤 叫438 你把物件不支援此屬性 其實這個應該是一個方法 Gate element 這應該是一個方法 它意思是說它不支援 我就上個禮拜就卡在這邊很久 後來我發現 有 我用別地方 因為我有用那個 遠端遙控我試了一下我自己電腦 沒這個問題 別開電腦我之前上課也沒這個問題 但是就一直卡住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我用另外一招 什麼哪一招 如果你用所謂的create object的話 它等於是說你run的時候 再把這個物件建立起來 OK 那另外還有一個方式 比較麻煩一點 如果你跟create object比的話 你變成要做 等於是增加一行 所以你可以改成下面這個方法 哪個方法 我先把這一行註解 你可以換成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說你可以用宣告的 就是說你可以用宣告的 先宣告 先宣告DOC 它是一個這個物件 這個什麼物件呢 叫做ms.html.html.document 意思就是說 這個是拿來當成是一個網頁的文件使用 然後底下你會發現 先訂之後 宣告之後 然後再set set它是一個new 所以等於有點像是 我先宣告我要 怎麼講 比如說我要訂餐廳好了 那我先打電話去 那我就跟它講說 我要訂喔 OK 我要訂餐 我要訂一個位置 然後你再去一次 再說我要再訂 那等於有點很囉嗦 可是沒辦法 這個是它流程 如果你用上面的方法就是 我一去馬上說我要吃飯 它馬上給你位置 OK 那當然哪一個比較直接 當然上面這個比較直接 可是你說 那這個方法沒有好處嗎 其實有個好處 就是喔 剛剛有沒有看到 如果你是用下面這個方法 你點下去喔 它會有提示 可是如果你用create 很抱歉 你不會有提示 所以這個當然各有一個缺點啦 所以理論上 以前我們設計的時候 會先用下面的方法 等到設計完之後 再改成上面的方法 OK 那如果說 下面的方法 其實有一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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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的術語 就是叫什麼 early binding OK early binding就是先把它連接 然後呢 上面那個方法 叫 let's binding 就是說 我之後再binding 的意思啦 OK 不過這個是一個術語啦 如果你大概知道一下就OK了 好 可是還有記得喔 這個方法 你除了說 要定 還有set之外 還有一個地方 你如果沒做的話 也會發生錯誤 工具還要必須要設定引用項目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再把Microsoft 空一格 HTML 空一格 Object 空一格 Library 這個要把它打勾 如果你沒打勾的話喔 OK 預設是像我剛剛已經打勾啦 如果你假設你電話沒打勾的話 你如果按確定喔 你run一下看看 你會發現喔 欸 它這個地方就會出現這個錯誤了 有沒有 使用者制定型態尚未定義 他看不懂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喔 OK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要不發生錯誤的話喔 你必須要先怎麼樣 先在這邊先停掉喔 工具的設定引用項目裡面 把那一個 應該叫那個什麼 韓式庫喔 把它引用進來 跟他講說 我之後要宣告的東西 其實它就在我電腦裡面的什麼地方 什麼名稱 好啊 我告訴他喔 設定引用項目 記得喔 你如果要打勾的話 可能要找一下 再往下一點點 它是Microsoft的 所以你要找到M開頭的 它按照順序排 找到Microsoft之後的話 再找到H開頭的 現在是A嘛 D 然後H找到了有沒有 所以你要找Microsoft的 然後再找H開頭HTML 的Object Library 其實我們用的這個東西喔 指的就是這個啦 OK 把它打勾 就沒問題了 有點麻煩對不對喔 沒辦法 這個為它解決這個問題 你只能這樣做 不然的話呢 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 就會出現那個什麼 它沒辦法支援這個方法 那就麻煩了 OK好 那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問題解決了 這個問題解決了 好 那我們執行看看 所以理論上喔 這個應該就過關了吧 我看看 射中段點在這邊好了 停一下 欸欸 再來喔 關鍵時刻 按F8看看有沒有過 欸 過了 所以顯然是它可以Walk了 這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沒關係 順便講 不然的話如果過了 我可能就不會講這個了 因為這對大家來說 其實真的是太複雜了 可是問題我跟各位講 以後喔 如果你要 怎麼講 VPA的使用喔 如果你不懂這個東西啦 你很多地方 真的會很多的盲點 甚至我跟你講 很多那個 常常在寫程式的工程師 根本連這個也不懂 你問他說 為什麼 這邊要creage 你為什麼不用定 欸 他答不出來 反正網路上都creage 就creage 大家都這樣說就這樣說嘛 OK 他不太知道為什麼 他不知道什麼叫做Early Biden 跟Late Biden的差異啦 不過這個理論啦 你大概知道就OK了 好 那底下的話就把它全部跑完 有沒有 這個OK了 你說老師OK一個之後的話 那第二個怎麼辦 欸 第二個很簡單嘛 其實你就可以拿這個當範本 有沒有 按複製 所以第二個是中國名稱嘛 那我們就第二個 直接在這邊再貼上 拿這個來改 那我要抓的應該是H4嘛 所以呢 這邊改成H4 中文名稱還記得吧 我們是放在那個H4裡面嘛 所以這個是H4 按右鍵有沒有 把它怎麼樣 把它檢查一下 它放H4 那這個是一個TagName 所以呢 我們就用什麼呢 用那個所謂的 這個DocumentGate 所以這邊的話 就要不能用那個ClashName了 它也沒有ClashName 所以點下去喔 改成叫 GetElementsByTagName 所以不要選錯囉 有沒有 TagName TagName 然後跟它講說 幫我抓一下那個TagName TagName的話呢 是H4 就是把剛剛看到那個名稱 打上去就可以了 因為很短啦 如果很長 我建議你用貼的 不然的話反而會比較容易出錯 H4嘛 就這個 裡面我們剛剛查過了 總共有74個 所以 74個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H4 這個名稱的物件 裡面會有74 所以你就把這個改成 就是叫H4 的一個正列 所以H4裡面會有74個那個東西 所以你讓它0到 這個lax是74 74-1就是73 所以0到73 那一樣把它放在B欄底下 有沒有 然後這個的話 就把它改成叫H4好了 H4 第二一個裡面的資料 幫我把它放到B欄裡面 然後給它的名稱叫中文名稱好了 OK 好 那應該就完成了 有沒有 什麼名稱 我看一下 確定一下 跟我之前寫的一部一樣 最好是一模一樣 是OK的 就這一段 有沒有看到 應該都一模一樣 沒有 這邊我剛剛沒改 應該要改成B1 中文名稱 改成OK 那應該沒問題 一模一樣 這邊記得要改成B1 應該知道我在改什麼吧 所以其實 城市看起來很多 但是其實都是一個樣板 OK 這個還蠻好用 你說 不管你今天是用Python寫 我Python也是這樣寫 也有什麼差別 只是換個地方而已 概念都一樣 反而那個Python裡面 還沒有Query Table 反而我還蠻喜歡用Query Table 因為Table直接抓 最簡單 Query Table這個東西 無可取代 但是 如果假設一樣 不能用那個Table抓的話 那用這個方法 執行看看 中文名稱出來了 所以它會先跑這個 然後再跑中文名稱 那你說英文名稱怎麼做 不也一樣嗎? 把這個有沒有 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這邊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空格 上面也可以加註解一下 那這個也許叫做什麼 叫Small 因為它的名稱 好像本來就叫Small 或者你也不用給那麼長 Small 然後這邊的話 一樣就給這個 應該是這個名稱沒錯 那如果有錯的話 你們自己再改一下 然後你可以直接 在這個英文名稱按右鍵有沒有 檢查 看一下是不是Small 欸沒錯 Small嘛 來確定一下 那剛剛也查過了 74個 所以呢 一樣 這個放在C C1裡面 給一個叫英文名稱 然後這邊一樣要改 這個 不過叫Small好像會衝到欸 他好像 他另一鍵這個名稱 所以你會發現 他自動幫你把它變大寫 你要不然叫簡單一點 叫SM SML好了 這樣 SML好了 這樣 SML 不要跟他名稱一樣 不然我怕會 會有那個衝碼 這邊一樣 這邊記得就不能改 那所以呢 我就把物件名稱改成叫 SML好了 這邊一樣記得要改成 SML 這邊改成C欄 然後這邊的長度 OK 然後 你又改完了 應該知道我在改什麼吧 一樣是Gate TagName喔 不是ClassName喔 OK 然後呢 直接亂看 如果OK的話 那表示 這個英文名稱 也就順利的被抓下來 沒錯 所以你說這樣抓資料 會很困難嗎 是真的比較 比那個Creditable 稍微複雜一些些 可是我是覺得啦 你就抓要領 記得喔 最關鍵的地方 記得就是 一定要熟悉這個功能 按右鍵檢查有沒有 所以我建議啦 你平常喔 只要用瀏覽器 你就稍微練習 然後慢慢看懂 右邊的東西 如果你右邊慢慢習慣了 以後 原始碼不要看 真的 原始碼看完 你真的會想放棄 真的 因為你完全不知道 東西在哪裡 沒必要啦 你就按右鍵檢查 它就告訴你在哪裡了 有沒有 然後記得要看懂 到底它停在哪裡 至少標籤跟類別 還有ID一定要掌握 好 那這個地方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我剛剛改的喔 我再把重點提一下喔 因為如果你直接 call我雲端上面的那個東西 程式碼會出錯 所以我改的地方喔 我也有把它另外在底下吧 我看一下 在這裡 叫Early Abiding 有沒有 這邊的話呢 就是這兩行 你可以把它複製取代它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引用這個東西 引用的話呢 記得喔 是在哪邊 還記得吧 在VBA裡面 這個地方 工具設定引用項目 就是記得這個要打勾 這樣就完成了 試試看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喔